在中国,大妈可分为两种,一种是跳广场舞的,一种是不跳广场舞的。 他们不仅占据中国各个城市的广场,甚至一度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,相信占据了法国卢浮宫、莫斯科红场、纽约的布鲁克林日落公园。 不过,中国大妈们似乎跳得太过投入,以至于忽略了周边住户的感受,在武汉,大妈们惊恐,得躲避从天而降的粪便。 在北京,有人因文武崩溃朝天明列枪,甚至放出脏骄驱赶大妈,甚至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公园排列时,都遭到附近居民多次报警。 警方的控罪理由是,在公园内没理由的制造造声,就连英国著名的颇为高端的经济学人也不令笔墨,浓墨重彩地描述中国大妈,未跳广场,与周边居民发生的冲突。 那外国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广场舞大妈呢? 国外某住民网站刚刚掏出这个问题,外国网友尤其是来华长期居住,的老外门表示有话要说。 去中国,经常看到有人跳广场舞,一群中国大妈随着喧哗的音乐声中一起跳广场舞,就像在上游养运动课一样。 我猜这是某种共产主义传统,与中国文化有关。 社会越来越多人,抱怨晚上吵闹的音乐。 我认为如果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公共广场附近,那没有问题。 但是如果是在住宅区附近,打扰到居民时,政府就应该出面管理一下,很多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。 这个问题简单,网上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好像不是故意挑衅,就是企图故意破坏中国形象。 中国人在公共场所跳广场舞,没特别意思,只是进行社交和锻炼的一种方式。 中国人注重健康,这是一种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他们看着就很开心的那种,我一直在想,如果我加入他们,他们会怎么想? 哈,我第一次到中国时,看到人们在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跳舞,我的印象是好的,认为他们肯定是快乐之人。 从那以后,我发现我的第一印象是对的,Risad Rocha,我真的很讨厌。 广场舞,因为我经历过,他们在楼下一天能跳十个小时以上,经常会跳到深夜,音乐声很大,很吵。 要是你,你愿意每天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吗? 现在广场舞在中国太斑烂了,政府是时候进入来管理管了了。 Edan Markov 年轻的外国朋友们,不得不说你想象力丰富,我能理解。 对,毕竟很多外国人看来,联合和中国相关的东西,都能标榜为共产主义。 告诉你实情吧,为什么中国大妈,喜欢在公共场所跳舞? 很简单,因为他们觉得无聊,找不得其他有趣的能消磨时间的娱乐项目,组织朋友在公共区域跳广场,成为唯一选择。 好,顺便说一下,这种氛围通常能在城市里看到,在农村比较难看到,农村大妈不会无聊,总能让自己忙起来,也许你会问我为啥。 好,我解释一下,大妈,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,她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。 回到那时,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,人们又穷又恶,受教育程度还低。 老实说,她们一生都在为温宝座斗争,唱歌跳舞是她们的唯一娱乐。 众所周知,老年人总拒绝新事物,这不只是发生在中国,全世界都一样。 五十年代的人变老后,她们大多数人,不知道怎么用智能手机,不懂什么是社交媒体,不了解很多网络的事情。 想象一下,你是她们中的一员,你退休了,主要活动是打扫房子,做饭给孩子吃。 做完这些后,仍有大把时间,怎么消磨你的时间呢? 你不知道什么是电脑,更别说互联网了,看电视也无聊到死。 现在做什么? 对,即和你的朋友做点有趣的事情,让我们在公共场所跳舞吧。 我想,当人们聚在一起,看着她们摇摆身体时,某个特定时刻,她们一定觉得自己是巨星,我能理解她们。 但我老的时候绝不那么做,那对我来说很无聊,况且我一点也不会跳舞。 我六十多岁时,我宁愿教我七岁的孙子怎么玩英雄联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